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是7月31日星期天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科技资讯吧 日前网上出现了一款型号为M1E的魅族新机 正面还是魅族一贯的风格 但背面却没有采用最新的一刀切样式 而是传统的三段式设计 四周一圈CNC前销的高亮边 加上天线的白带 造型和当年的HTC-1M7十分神似啊 在配置方面 新机配备了5.5英寸1080P显示屏 搭载Helio P10处理器 3G运存前置500万 后置1300万像素上头 从魅族产品的布局来看 该机应该就是魅蓝Metal 2了 而根据之前爆料的消息 该机很有可能会在8月10日正式发布 关于锤子T3的消息 这么久了总觉得不够味儿 而就在昨晚罗老师在微博上自爆 称到了这么大尺寸之后 9公格确实显得有点大了 看来这次出厂时得默认16公格了 好吧你就告诉我这么点消息 那还不如赶紧发布呢 甩掉手机业务的诺基亚 却在无线网络发展方面一路高歌 据最新消息称诺基亚近期与加拿大运营商贝尔合作 完成了加拿大的首次5G技术测试 此次5G测试利用了73G赫兹范围内频谱 实现了比加拿大当前顶级4G移动速度快6倍以上的持续数据速率 话说很多小伙伴目前还停留在3G吧 据外媒报道 近日美国宇航局宣布SpaceX再次获得订单 将发射太空船运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 据悉目前SpaceX公司已经在加州货桑 为这项任务研发了4个版本的载人龙飞船 其中两艘飞船将专门用于测试 只想说马斯克真牛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一直是许多仿身机器人的专用展览馆 现在一款名叫Alter的仿身机器人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它长了一张人脸 更为恐怖的是它搭载的神经网络系统 让它可以模拟人类的动作 而且它的动作都是随机产生的 当然除了做动作它还会唱歌 不过鬼哭狼嚎的唱功可参加不了什么选秀比赛 据悉未来靠编程行动的机器人会被淘汰 而像Alter这样可以根据抑制自己控制手臂头部等部位的动作的机器人将成为主流 不过能不能先给人家把衣服穿上 大半夜的这样怪吓人的好不好 对了如果你还在为买不到正品的苹果配件或者价格太贵 而发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看看哦 淘宝搜索店铺Vager 苹果正品配件 低价还包邮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非常希望您能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获取更多的内容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